你主持几年了 不多年 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碰到这边 好无聊哦 帅帅大家好 我是肖欣妮 在我身边的是小猪罗志祥 欢迎你 大家好 我是小猪罗志祥 那我知道你昨天其实是 One Love Festival的演出吗 对 没有换衣服哦 真的吗 有了有了 里面有换啦 因为毕竟昨天有下雨啊 而且你有冲下台 对 而且身上都是湿的 所以我里面换了 你应该里面不穿啊 这样 不行 因为身材没有那么好 所以整个还在那个演出的状态当中 没有 现在是录影的状态里面 已经不是演出的状态 因为接下来说一说就是要挑战 拳王的身份 我要来挑战你 你怎么会有这么大胆子呢 要挑战我 爸爸妈妈给的 那我一定要好好来尊重一下 他要讲一下这个规则 如果你赢的话就是恶魔的问题 好 如果你输的话那就是天使的问题 不是 我赢你 我应该是天使吧 你赢我是恶魔 这就是挑战的难度 那我输你呢 你输的话就是天使 所以现在我一定要输才对 对不对 但你不能输 因为不能放水 放水的人不能同 我OK 无所谓 我OK 无所谓 好 待会我们再来赢 可是我是主持人 来啊 你主持几年了 昨年 那应该要尊重前辈哦 不开玩笑 所以我刚刚讲 幸福人 这样啦 我赢的话我就天使嘛 按照观众比较熟悉的角度去看嘛 如果今天我都一直赢你的话 我会故意放水 好吧 来试试看先 你不一定会一直赢啊 因为我不能丢了我拳王的身份 然后观众想看的就是恶魔的问题 好 来 开始 你要玩什么 左一拳 右一拳 大家一起收一拳 我们不是说黑白色 要拆一下那个什么东西 还有海带 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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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一拳 右一拳 我昨天练习好多次了 来 左一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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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你是 左应该是这里不是吗 无所谓 你不是你左边的啊 好 可以来 左一拳 右一拳 大家一起说一拳 YES 我要回答恶魔 恶魔对不对 输了也是恶魔 赢了也是恶魔 反正我是主持人 但是我会挑啊 对啦 恶魔啦 是不是 将近三年的新冠疫情 对你带来想法或心态上 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最大的改变就是放慢脚步感受生活 真的吗 你又放慢脚步啊 嗯 在家变轴呢 比较慢一点点 然后感受生活就感受家里面 嗯 原来我家长这样 因为以前就是把家里 当作是个换行李的地方 但是现在就是有这个 不管今天发生什么事 你一定要从里面去找到一些好事情 还是有一些小确幸 就变成说你虽然疫情 大家都不是很快乐 但是你会觉得 我终于有一些时间 可以待在家里面不出门了 你可以把你想要整理的东西 可以花时间去把它整理完 然后你想要整理的思绪啊 或者是跟家人相处的时间 你也变多了 所以你有发现什么 新的才艺或爱好吗 开始会下去了 测空翻就是会在家里面一些 但没有了 在家里还发明什么才艺啊 但是我开始会养植物啦 好难相信哦 嗯 我也很难相信 我会养他们 有一天我都坐在那边 我就要去看那些 我养的那些块根 想过有一天我会碰到这边 碰到这一块 纳闷是不是 我怎么会到这个 但是它却成为我一个很疗愈 坐在那边休息的一个 慢生活的感觉 体验生活 我们来继续下一题 来 左一圈那边啦 没差 这里啦 你一样啦 左一圈的右一圈 大家一起坐一圈 左一圈 这不能停哦 左一圈的右一圈 大家一起坐一圈 你看看你 就不能停 你停了就会有机会想 你抽你抽 这个好好好 想像你自己是罗志祥的粉丝 你最想对罗志祥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你为什么每次都喜欢穿黑色衣服啊 我还以为是很励志的还是什么东西 因为这是很多歌迷一直问我的问题啊 答案是什么呢罗志祥本人 黑显瘦 我以为黑不显脏 对对对对 你黑你可以穿好几天 难怪有一点味道 是不是 对啊 我觉得昨天没换衣服耶 这次来新加坡只带一套哦 对 很难聊耶 但我喜欢黑色真的比较多一点 有时候会穿别的颜色 然后歌迷他们就会看到就哇 你终于换别的颜色的衣服了 但我真的喜欢黑 黑显瘦 真的很重要 如果有一天你变胖的话 你穿想要黑色衣服 你看我是不是很嚣张 还带一点紫头 对啊你真的身材维持得太好了 好 很棒 一二三 左一圈右一圈带一起说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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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不要哭 请以朱壁石的语气介绍这首新歌 为什么是买冬瓜 哦这个这个这个这不是天使 这是恶魔 为你尊重朱壁石的歌迷 不然你模仿朱壁石好不好 不是他的粉丝很凶 那你你就以罗志祥的身份吧 对对对 朱壁石的单曲即将会在10月27号 会跟大家见面 歌名叫做买冬瓜 买冬瓜的泰文叫做不要害怕 那如果你念泰文的买冬瓜 是麦冬瓜 那如果你有天在泰国迷路的时候 如果听到泰国的朋友们就 麦冬瓜 对 就叫你不要害怕 冬瓜就是怕 对害怕的意思 麦就是不的意思 然后它是一个洗脑歌啦 洗脑歌 我不能再继续输下去了 加油 来不要来 1 2 3 左一拳 右一拳 带一起左一拳 你的YouTube频道 Show TV好像沉浸了许多 会不会继续制作更多的视频 会啊 因为之后会改比较生活一点 所以看到你的快更植物啊 看到你浇水啊 我会玩一些就是 常常你会看到很多产品 噴了鞋子之后 它会防水防脏的那些东西 我要测试 就比方说有人会拿橡皮擦 擦鞋子会擦亮 是是是 会拿牙膏刷刷刷刷刷刷刷 你很好奇这个事情 然后我想试试看哪一个东西才是真正的 了解了解 好无聊哦 就是因为无聊就是会有人看啊 要不然为什么那些 有一些频道就是狗追狗 那个频道这么多人在看 嗯 对不对 那人真的蛮无聊的 没办法 没有对足口味哦 对 就是我们最后一题了啦 好 加油哦 一定要左一圈右一圈吗 我们要黑白色好不好 黑白色 黑白色 男生也算配 黑白色 男生也算配 你刚刚过去那边 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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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上的耶 这上 来来来来 黑白色 男生也算配 辛苦哦 这是你要抽吗 你要不要抽 辛苦辛苦 你要不要抽 好 抽一下啦 来 很厉害 台湾终于开放旅游了 很多新加坟人都已经记号好 要去台湾旅游 给你30秒介绍你的潮牌店在哪里 然后有什么值 哦 我店的地点是什么 呃 在东区 认真一点老板 我真的不知道我地点 那你上网查就是打 干脑费就可以知道了 哈哈 打干脑费 是500老师的念法 干脑费 希望大家台北旅游的时候 对对 我店里面还有可以吃牛肉面跟 咖哩饭还有水饺 还有绿豆沙 饮料什么都有 复合式的 原因就是因为白天销售不好 所以一定要靠吃的 来增加一些饮料 怎么了 好老师 不然呢 谁上班期间会来逛街啊 对对对 所以要投资 要有一些想法 新加坟的朋友不要错过了 好 我们也知道你加盟了新公司嘛 那 之后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一个罗志祥呢 我不知道 你看下次风格是什么 就很free 对对 公司哪有不懂啊 你去问公司啊 罗志祥 还没想好 了解 对我会不能乱掰 嗯没错 最后有什么话想要对新加坡粉丝说吗 谢谢大家 了解 谢谢小猪狗志祥 其他下一次再来办演唱会 下次见 最后我还是输了 对不起大家 我下次会再结加力了 但是不得不说小猪狗志祥人真的非常的好 虽然他有点欺负新人啦 但是 人真的非常的nice 然后我也知道为什么大家如此的支持他 希望下一次有机会可以再挑战啦 一开始不是很嚣张吗 我先消啊 没办法 没嚣张我怎么赢得过 先气势摆上来先 可是那你知道 一看到他那轻蔑的一笑 我就知道我输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记得like 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开启小铃铛通知 视频不漏看 拜拜